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发财树长势不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这个砍头处理 那么之后呢 它会冒出这个新芽出来 但是呢 可能有的话也会发现这个发财树之后冒出来的芽呀 特别少 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芽冒得更多呢 其实很简单 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小妙照 比如在这个芽点处啊 蜘蛛冒的芽特别少 我们想要让它冒芽冒得更多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用一把削过斗的剪刀 然后呢 把这个芽呀 抹掉 我们可以大概给它留0.5公分到1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从这个部位把它直接剪掉 剪掉之后呢 我们再在伤口处啊 给它涂抹一些保护型的杀菌剂 带时猛心可以避免伤口感染 而且呢 它不仅可以杀菌 还可以在伤口处啊 形成一个保护膜 那么我们使用一点这个带时抹性这个药粉 然后涂抹在伤口处就可以了 这样伤口呢 不容易湿水 而且呢 也很容易愈合 不容易感染 做好这一步之后呢 后期只要水肥得当 它就会从这个芽点处啊 从旁边部位呢 冒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 新枝出来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枝叶就会更为繁茂了 就比如像这个的话呢 大家看 这一颗呢 这之前砍了之后呢 然后现在一次冒出了好几个芽 基本上有上十个芽 芽是非常多的 不过呢 我们想要让它冒芽多啊 就一定要及时追肥 但是呢 像发财树 因为呢 它根特别弱 平时如果经常浇水肥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盆土积水腐烂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在盆土里面增加这个积肥 增加积肥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发酵腐熟好的羊分就可以了 不仅温和营养全面 而且呢 还具有不烧根的特性 特别适合拿来作为积肥使用 我们把这个盆土周围呀 像这样子铲松 而且一定要沿着盆边 然后呢 把它铲出一条沟出来 可以适当的挖得深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发酵腐熟好的羊分 沿着这个盆边埋进去 沿着盆边埋 可以适当的放多一点 这样盆土里面营养充足 后期呢 也不用经常追肥 每次浇水的时候啊 这个羊分里面的羊分呢 就会被慢慢的分解出来 然后被蜘蛛所吸收 那么我们在这个新芽处呢 给它砍上一刀 这样呢 后期啊 至少能够冒出多几倍的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 我们下节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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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